能静在发声明回应婚便猜测后 在直播中跟网友们分享他这几年生活的改变 一能静特别感谢秦浩 说老实话 他也要很包容我 在这种时候我必须要到纽约看看儿子 回台北看看妈妈 然后这段时间他也在家里陪女儿 我也比较放心 他更向网友们呼吁 人活在世界上 我觉得最大的资本就是人 家人 孩子 朋友 工作伙伴 同时感叹自己年纪大了 人也变得更柔软 会变得想好好珍惜身边的一切 最后更要大家珍惜身边人事物 别太担心他 要好好珍惜身边的一切 所以大家也好好珍惜身边的一切好吗 不要操心我 我知道你们很爱我 我也爱你们哦